晚上那個閃亮的地方的直升機夜訊 還不只一隻喔 第一次看到晚上搞那個直升機夜訊 來了好幾個了 那邊又有 又來了又來了 剛才就一直來 還不太到 聲音聽得很大 閃亮的閃光的地方吧 一直閃的地方 肉眼看得比較清楚 早起床還是有好處的 大概就是大學以後就習慣 習慣晚睡晚起 有時候翹課 早起 我記得大學的時候就偏 早起的時刻就偏偏當當 後來工作的時候還是有早起的時候 那等到之後又習慣晚起啦 又習慣晚起 現在又要早睡早起 不過一大早這個快速道路就開始有很多車子在那邊跑了就很煩 這還不算真正鄉下 這我我還比較喜歡住鄉下 真的 越到都市你一大早起來就就開始吵雜了 除非要更早 五點多 我看明天再挑戰五點多 好了 最近台灣各地的朋友 都有微信跟我講 天空中又是又開始出現很多飛機的 不明軌跡啦 不是民航機的那種航線的那種 那種 噴射雲 包含航空管制區的那個台北101 現在也是戰鬥機已經實現 不是轟炸機繞島 是戰鬥機繞島 這個其實很無聊啊 因為已經兩三年台灣人都已經麻痹了 這種情況兩三年了 台灣人大概麻痹掉了 麻痹掉 但是政客不麻痹 政客很緊張 政客很緊張 底下人是覺得沒什麼啦 你頂多就是圈子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整個資格還 就就就就這樣子嘛 都已經飛過上空 都已經習慣了嘛 那溫水煮青蛙慢慢上來嘛 慢慢弄 那其實很沒必要了 這個作風不是 不是很愉快 不是很愉快 方向是正確啊 但是作風不是很愉快 那政客這些就會雞飛狗跳 就會搞一些 他們的那種下流的事通通做盡 包含 找什麼美軍教官啦 然後付錢 然後美國人不給武器了嘛 給了很多錢 現在連武器他都不送來 因為他知道你一定打不贏 這些武器一定被俘虜嘛 他希望就是你拿著 不要有這麼好的武器 你希望你們每人一支槍把命給拼掉 美國人已經擺明了這麼講啦 蔡英文那一幫人也就是那一副賤一樣 還國民黨那些人也很緊張嘛 以前講過了嘛 他派了一些一些奇奇怪怪的想要趕快選回來嘛 這烏龜王八的行為嘛 那另外一個連烏龜王八金都不是的啊 就是也叫民國啊 大韓民國 一個總化民國 一個大韓民國 這都是那種歷史的那種 過渡當中的一個 一些買辦政客 一些真的都是買辦 他們也是買辦 因為你看那個 大韓民國原本也是前朝 他們的前朝啦 李世王朝的遺孤啦 跑去美國跪舔的 然後跟著被美國的海盜 美國打敗日本之後啊 進入朝鮮半島就擁護 又捧他當傀儡了 傀儡集團了 那就成為他們的另外一個民國 他們就更明顯 因為他們連那個龜殼都沒有 所以他不會遮掩 所以他明顯的就我就是奴才就是賤總 當發賤的時候很清楚 你看那個最近那個韓棒總統啊 他做的比蔡英文還要更低級嗎 比賤啦 蔡英文是想要更低級 但是有一個國民黨龜殼很討厭啊 大家都討厭國民黨 國民黨這龜殼很討厭 總化民國龜殼很討厭 他不想認 那韓國沒有這個問題啊 他沒有這個黨 那個黨他們是排列自由 自由為大的你們黨啊 那個黨是名字隨便變的啊 他那個政客玩得更好笑啊 所以你看這一次那個韓國 先前的那個 那個文在寅下來的時候 競選的這個總統啊 擺明的就是作弊吧 他本來民調很低 可是一直作弊 然後直接坐上來之後 底下的韓國老百姓也無所謂了 為什麼被玩習慣啊 選舉作弊看太多了 他也是也是內部的溫水煮青蛙啊 啊台灣現在也是啊 所以民進黨要作弊 再作弊回來 那都沒有人真去在乎這個選舉了 因為先前的那個公投都都不算數嘛 不滿意就不算數嘛 告訴你你的民意是騙是騙你的嗎 你違逆政客利益集團 還有他背後的老老外的意思 那你這通通不是 那大家都一看就清楚了 你只是被人玩弄的一群猴子啊 那韓國老百姓也知道這個感覺 所以這一次那個隱西樂啊 直接就坐上來 直接作弊坐上來很無所謂 結果他不住青瓦台 為什麼他知道 這個小人長期期 他看到他說青瓦台詛咒 青瓦台詛咒 他就不要那個青瓦台詛咒了 跑到其他地方去當總統府啊 不住青瓦台 他我就不會被關 可是你是第一個喊著要先關你的 呵呵呵 為什麼 現在還在任的時候 他的那個 還在任沒幾年嘛 沒多久而已啊 馬上就有人說 只有把他抓起來關意圖了 呵呵 為什麼 因為青瓦台詛咒 我提過了根本跟青瓦台無關 呵呵呵 跟青瓦台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以前提過青瓦台詛咒的來源是什麼嘛 就是你那個韓棒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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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嘛 一個捧到天一個踩到地的嘛 北韓是捧到天嘛 南韓是給你踩到地一直践踏 那個 所以隱形院還在做他的那個鳥夢 他發現 因為他 為什麼美國人急著把南韓搞一個 搞一個傀儡上來 急著就是要一個絕對聽話的 因為他急啊 美國美國美元霸權快完蛋了 中國 中國反擊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他要趕快搞一大堆大動作嘛 然後一直來要求你談判 所以絕對不要跟美國人談判就是這個原因 這很清楚啊 你跟他談判他就是製造一些假 一些假的籌碼 來跟你勒索 這就勒索嘛 所以每一次中美談判基本就是一次勒索 一點都不用懷疑 從最早跟美國人接觸的時候 除了毛澤東剛開始跟美國人接觸的時候 就是中美反而那時候是要 蘇聯押中國押得太那個中蘇交二 那個時候知道那個時候不叫勒索 那個時候互相利用 那等到鄧小平的後期開始 其實基本每美國人來 每一次談判就是基本就是一次勒索 包含台海問題 所以他都製造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為什麼美國人狂打電話不接 就是這個原因嘛 那相對的北韓也不接電話嘛 也不接南韓棒子的電話嘛 當作韓國會想要甩掉台灣跑去跟大陸建交的原因 基本 剛開始是 那個 他勢大的心態 但是之後美國人為什麼一直不積極干預 他就是基本也是想要利用 韓國跟台灣一起去滲透中國大陸 所以你看近年來 韓國給中國帶來都是負面的東西 跟台灣轉 我前面也提過 轉一些壞的東西到大陸去的原因 原理一樣 什麼小奶狗 你看韓國人給了那個小奶狗 然後那個古裝片都是那種奶油內子 奶油小生 那種沒有男人氣概的 跟女人玩那個情侶的 然後俊男美女搞那種 然後那個台詞都很空洞 沒有什麼內涵 尤其古裝片 那個重災區 古裝片重災區 就是搞那個 我看的那個 都是俊男俊男美女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有時候要有是沒錯 但是不能老是帥哥美女 然後都是玩侵略的那種劇情 這是韓國人傳進來的 然後傳銷 韓國人也是搞傳銷 最近那個上海的那個 六門女叛 她找兩個工作很好 很好笑 她在上海找兩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是韓國的傳銷公司 後來就不爽 不想搞那個 再去找最近找到的台灣的公司 也是傳銷公司 又是傳銷 又是傳銷 傳銷是韓國跟台灣就是這樣子 然後韓國還給什麼 就是賣三星啊 那個產品 他技術也不給你啊 啊 三星嘛 各種各種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搞深厚 就是搞深厚 搞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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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韓國也拍很多那種 那種什麼 輕色情 它不是重色情 就是 因為我最近在那個 華那個那個 YouTube上面 看了一堆 都是車展女模 但是穿得很露 車展女模 穿得很露 他們那個妖魔鬼怪的東西很多啦 因為老外的東西 還有邪教 邪教是被禁了 最早第一個被禁的邪教 所以那個什麼寒流 所以當時他們的 來跟你建交 全部都是敗 不會抱著好意的 因為美國人 他為什麼當時不阻止 說是中美蜜月期的時候 他不阻止 並不是他有帶著好意 而是他也是 想要 我們中美蜜月期 事實上 他還是要來滲透破壞 讓你變成蘇聯了 讓你的價值觀改變了 改你的價值觀 台灣這邊是去改氛圍 所以台灣 台灣會變成很奇怪的一個話題 就這樣子 他都是去改氛圍的 所以最近 大陸抓了台獨分子 在 重演就銅鑼灣事件 香港銅鑼灣事件 這是對的 那兩個人應該直接槍斃掉了 什麼楊淵 楊智淵還楊淵智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複查 那兩個人就直接彰掉 那留著幹什麼呢 他就關到死 在監獄裡面一直做 做到死為止 一直加叛 這種不要留著 這種禍事不要留著 他就是去那邊滲透破壞的 搞得全部是負能量 還扯後腿的 一個改氛圍 一個改文化 改你的文化觀念 所以為什麼 時不時 前些年開始 時不時他就是要 一下說這個文化是 這個什麼節是我們的 孔子是韓國人 為什麼時不時要冒這句話 代表他 來的時候他就抱著敌意了 基本就是敌意 所以 不要客氣 遇到韓棒 就做 那台灣呢 你到底是不是台獨分子 表明你的政治立場 這個 要像以前那個 三反五反大越境的那些 那個概念 要拿 拿回來 要批鬥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分子 你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有些那些語言 你不要認為講出來害羞 不用沒有什麼好害羞的 因為你來這邊滲透破壞港 奶油內子你都不害羞 我跟你講革命語言 有什麼好害羞 對不對 對不對 這美國人他現在急的 他一定會選舉作弊嘛 所以你明年的這個台灣這個選舉 不用不用再看結果了 因為不管藍綠 美國人都 藍的如果沒有達成美國人的目的 還是綠的上 沒有意義了 而且就算藍得上 他就跟他磕頭好了 跟美國人磕頭 我還是當你的奴才 建宗 你上來你還是一樣獨台嗎 一樣養台獨嗎 沒有沒有任何變化 沒有任何的 不會有任何變化 因為美國他急了 他現在美元霸權快垮了 所以他一定是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所有的 應該菲律賓的選舉 韓國的選舉 為什麼直接都選出倒向美國人的 然後他來跟你中國結卡都是虛黃一槍來騙你而已 羞辱你或騙你嗎 那個小馬克思是來騙你的嗎 說我還是跟杜特爾特一樣 和施贊一回去馬上變臉 那韓國更不用講 要你來韓國訪問 他就想要重演2014年那個時候 習近平去訪問他 他離間中朝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韓國人跟你跟你中國建交 除了滲透破壞之外 也就是離間中國跟朝鮮 所以你看建交之後 你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為什麼時不時他就開始攻擊朝鮮 那時候 尤其是金正日的時候是特別的急 因為蘇聯垮了 你中國又跟他們這樣麻吉麻吉 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一定要趕快弄出一個 核武器 但那核武器可能不是真的 因為你養不起 你也沒有那麼多人員去弄 那你只能跟別人要計數 可能就是 俄羅斯或中國大陸一些反 另外一些派系的 願意支援他 因為他知道 那個時期 沒辦法改變政治氛圍 只能等到強硬派上來 然後在這個時期就給他武器 驚住 所以我記得以前 台灣有一陣子瘋狂在攻擊金正 金正日跟金正恩剛上來之前 金正恩上來之後 金正恩剛上來之後 攻擊的特別兇 還有之前 金正日的後期 為什麼攻擊的特別兇 而且那時候攻擊的腔調很奇怪 他就說 中國大陸也 也跟北韓鬧翻了 北韓是二勢力 他就想孤立北韓 那他孤立北韓的目的是什麼 搞垮北韓之後 下一個 你中國就沒有盟友了 在當時啊 因為俄羅斯那個時候還沒有鬧翻 俄羅斯那時候還在想辦法跟 西方想要達到一個平衡點 還沒做到 所以那時候他就急著攻 撤動北韓 一直撤動北韓內 可是北韓一直不被滲透啊 所以有這種外面 那時候台灣出現這種氛圍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是美國人的指示了 那美國人為什麼下達這個指示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他先前讓韓國跟中國建交的原因 韓國跟中國大陸建交的原因就是 我美國跟他建交 那你去滲透破壞 那這個路線就明朗了 而且順便離間中朝關係嘛 離間中朝關係 結果只是到了後來是反過來 朝鮮跟美 就是南韓跟美國出現局語矛盾 美國發現不對 尤其到了現在美國實力一直衰弱 已經沒自信了 他絕對就不容 你看他馬上絕對不容許你 你跟中國有過多掛鉤了 你看他最近講的話 他馬上把你弄回 他知道如果再搞下去的話 南韓反對派系 再上來的時候 南韓可能會被撤反掉 但現在美國人絕對不同意啊 所以 南韓你不要去寄望他了 你如果寄望他的話 你跟北韓的關係就出問題 因為前一陣子我記得 在 習近平第一次2014年那個時候 去訪問南韓的時候 那時候北韓就特別怕 特別緊張 南韓就一直希望說你支持我統一 那時候舉了很多標語堪棒 那 那是幾乎是離間的最高峰啊 那時候北韓特別怕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 叫邦聯 他的那個口吻跟跟台灣那個是的邦聯一樣啊 我覺得奇怪他他在剽削連戰是吧 因為之前連戰就李登輝那個時期 連戰說要選總統嘛 李登輝要下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考慮邦聯制 在考慮邦聯制 到最後不給他上啊 因為那時候美國人在裡面已經搞鬼 國民黨也不給他上了 國民黨已經那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不提了啊 但是那個邦聯制現在 後來在那個2014年的北韓也提出來 原因就是這個 他怕我完全孤立掉 在當時 因為中美怎麼 那麼麻糬 那你中國大陸被滲透的那一批人 北韓也管不了啊 從 記得是從周永康那個時候還訪問過北韓 那個就是腐敗分子 那個時候 那些人就勸北韓啊 這些人後來就拔掉的嘛 那些人就勸北韓啊 說你也學學我們啊 你也改革開放啊 那個北韓聽下去就聽了吐血了 聽了就蠻吐血的 因為他知道說你這個 怎麼你中國也有美國代言人了 當時他不敢反應了 可是熬過這一陣之後 中國政局發生變化了 現在北韓信心來了 狂打導彈了嘛 北韓信心來了 尤其大概就是 習近平到了後 第二任的時候慢慢醒悟了 就是要開始跟美國漸行漸遠 然後要解決台灣問題 關鍵還是從台灣問題延伸出去的 關鍵台灣問題延伸出去 所以走到局勢走到今天這很好啊 現在很清楚了嘛 過去冷戰的 舊盟友本來分崩離析嘛 共產集團的舊盟朋友 現在又集合起來了嘛 那現在集合起來的話 支持 支持你這個冷戰的那個人測很多了 支持你這個 過去共產 所謂共產鐵幕裡面的那些 就很多了 包含所謂的自由世界 所謂的自由世界 那些老百姓都支持了 所以你看到巴西 也說我要用人民幣 我要去美元化 阿根廷要去美元化 東南亞各國要去美元化 阿美國是海盜 我們都已經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 連美國老百姓一提到去美元化 連美國的好幾個州 都蠢蠢欲動不是嗎 蠢蠢欲動 像德州就想要獨立 德州 德州最近想 可是問題是美國會強壓 強勢鎮壓了 強勢鎮壓 德州想要獨立就是 因為美元化 如果真的 美元霸權垮的話 美國好幾個州 他要發行新的貨幣了 因為那個 美元如果漫天回籠 那你美國完蛋了 通貨膨脹到幾點了 那你美國經濟體制大亂 所以他有一些 他搞一些什麼比特幣什麼幣 那個基本 就是 所以最近20幾個 美國有20幾個州說要搞 金幣 回到那個 那個那個幣的時代 就是因為 你在國外美元發超發太多了 現在各國在去美元化 這些美元一直 灌回來 美元美債一直灌回來 尤其是美元 那美債還是不會還的 那等於是廢止一張 但是美元如果灌回來 哦那不得了 所以他們現在急 那就找 那很簡單啊 你就讓南韓接盤好了 啊 那麼賤 影席業這一副賤一樣 你們韓國人不接盤 誰接盤 啊 你們就廢掉韓元 直接用美元 反正那個幣值搞不好差不多 韓元很小嘛 可是美元會一直扁啊 如果他的美元爆雄完蛋的話 那美元就狂蟹了 啊 那 然後 那就韓國這種 這種國家去接盤吧 讓他們去雞飛狗跳 這種傀儡政權 也沒有什麼用啊 因為你去撤反他 他一下又會再倒回去 因為他裡面內部 他沒有自我的保防能力 他那個 就像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 在李登輝之後 已經被玩到 那個總統那個位子屁股是 已經這個位子 已經是利益集團 在那邊操控的一個 一個CEO而已啊 沒有意義啊 你跟他交往什麼意義 他完全不是自己在做主的 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甚至不要說是南韓這種 這種 隱形業呢 一副賤樣的那種 也連那個 哲連斯基也沒有必要去跟他 跟他聊了啦 哲連斯基一直在 他不是跟習近平通話了嗎 啊 通了電話 那 互派一些 使節要求和 因為哲連斯基已經快要 快要撐不住了 然後你看可以看很清楚 你一跟他通電話 你看西方的媒體講一些什麼話 他不會馬上反對的 他總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去 離間中俄 這個時候他就利用這個機會 離間中俄 你就知道他的招數嘛 而且你從台灣跟幾個所謂外媒 他們講的話就特別清楚 包含尤其民進黨的 他會比外媒還要事先講出 美國人的戰略意圖 哈哈哈哈 以前是香港的一些那些媒體 後來 民進黨也有還有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海外的法輪功媒體 等到 中華民國滅亡之後 武統台灣之後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法輪功媒體 他還會在 他在美國發行的那個媒體 你可以看 因為他們的 他們講的話都會事先講出 美國的戰略意圖 比方說你跟 哲連斯基一通電話 他馬上講普京跳腳 普京憤怒了 那就是他想要離間中俄嘛 那哲連斯基一直求 習近平通電話的目的是什麼 你就很清楚了嗎 離間中俄啊 那由這個美國和猶太佬的招數 就是這樣啊 因為之前希特勒跟斯大利 也是這樣被離間的啊 很早他們成功過嘛 那你現在他當然也很喜歡我來這一招啦 他跟你談判都是要製造一個假象 所以他不會有誠意的 只有你吃虧 除非你跟他談到最後是跟你講 原則很清楚 我不跟你糾纏那些勾勾答答的 你哲連斯基要求和是吧 割土地 你要把烏冬四周跟克里米亞不要再胡扯了 所以你看他馬上通電話的時候 他馬上要價很高 烏冬四周克里米亞 那俄羅斯就怕了嘛 那俄羅斯他的那個目的就跟當初一樣嘛 就跟當初要離間斯大林跟希特勒的那個手法一模一樣嘛 所以他要價很高 那俄羅斯馬上就通過外交手段啊 來外交部就說你這個是不切實際的要求 那還好習近平是先去莫斯科訪問了 而且是本人去 那而且簽了很多合作協議了 然後才去跟他通電話 那才不會被離間嘛 那你從美國人他們的外交所謂的那個 過去那麼多年的那個行為倫理也是一樣嘛 為什麼一定要先去訪問自己的盟友再去找敵人 就這個原因呢 先跟你講好我不會被離間 我去是離間他們 不然的話如果你先去拜訪敵人的話 人家就開始懷疑你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沒有任何誠意 沒有任何誠意 這次是被逼及的 所以 但是不管怎麼樣絕對不能同意他就對了 什麼條件都不答應 如果同意他你這個遊戲完蛋了 同意他你遊戲完蛋了 但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跟跟普京已經先談好了嘛 那就不怕你澤戀時機在那邊 耍这种阴谋诡计 没有用 这个怎么还不死 所以我说普京怎么不赶快打进基辅 那个重兵就打进基辅 你还怕什么政治 你留了这个摊子 他利用北约就一直利用基辅政权 一直来搞你 搞不停 你要一直派那个瓦格纳去打 瓦格纳听说最近已经不是监狱囚犯了 已经是正常的拥兵团了 找了一些其他拥兵团 已经不是监狱团 合约不同了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监狱囚犯打光了 之前不是俄罗斯黑帮老大都阵亡了吗 有 这个你的主力部队 这个战略能力 你那个一开始怎么 基辅那一路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打 你普京也不想想当时希特勒攻一次 莫斯科放弃之后改打南边的斯大林格勒 还有北边的列宁格勒 他以为就攻下这两个领导人名字的城市就结束了 可事实不是啊 那你何必要重犯这种错误呢 所以我说你头上有幽灵啊 明明一个错误在那边一直重犯 还好他的背后的那个 不同我提过很多次了 他有中国可以靠 美国有更大的敌人 中国啊 那他北约就很难再 再继续进攻了 不然的话 真的是普京 因为你打乌克兰的那个方式 我就觉得很贪小便宜的打法 那个格局很小的打法 没有马上成立傀儡政权 不是傀儡政权 就是你的兄弟政权 你也不一定要傀儡他 就兄弟政权 把他找回来 就不用打那么久 死那么多人 不用 不用 到时候你乌冬一样可以 乌冬克里米亚一样可以割给你啊 一样可以割给你啊 顶多可能 南部还有扎波罗瑞跟赫尔松 可能没办法病吞了 因为如果跟 跟比如说 先前那个总统 以前前的乌克兰总统去谈判的话 你把它保回基辅 大军拥护他回基辅 那个领土可能就吃 可是稳 稳定啊 你吃了那么多 吃了四周加克里米亚五个周好 你到现在还打不停啊 国力一直损耗呢 那你倒不如稳稳渐渐拿下克里米亚跟乌冬两周就好了 然后跟亲俄的政府来谈 对不对 我不跟你泽连斯基谈 这一点反而美国的那些战略层面还比较高明 他比俄罗斯高明他一定是搞傀儡政权的 大家知道 那个普京他真的只有浪剑 我前面讲的真的一点 猜的一点没错 他真的只有浪剑士跟荡剑士而已啊 就一直发那个剑气就这样两招 就这样一直交替轮用 然后没了 现在浩子在那边一直一直死人干什么呢 对不对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那瓦格纳一栋楼一栋楼这样啃 要啃到什么时候 监狱的犯人都死光了 用光了 那现在只能招募一些阿拉伯人 我看那个瓦格纳里面的成分有阿拉伯人也有了 北韩的谁 北韩的一些人也加入了 可是人家很怕啊 因为你瓦格纳都是打前锋要死的嘛 没有办法在后面混日子啊 来加入的人就不多 那你招募来招募去还是俄罗斯那些 那些亡命之徒 所以那个 要快一点了 赶快基辅 基辅那边只要一动 台湾这边马上就会动 就会炸 因为通过美国人的那一条线 这两地有药屑是连着的 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 尽快尽快 不然台湾先动也先 台湾这边动 他那边也会出事 所以你看泽连斯基 很狡猾 你看他通电话的时间 全部都是有目的的 因为你一看他 这一般做生意的人都看得出来嘛 你药价药的这么高 就知道你没有诚意要来谈的嘛 我就是拉告架的击退你嘛 什么乌东四周克里尼亚 都回归乌克兰希望你习近平帮忙 这是不可能的啊 他希望习傻傻的拿这个东西跟普金谈啊 那如果习傻傻拿着这个跟普金谈的话 马上真的中俄就被离间成功了 马上离间成功 所以你看那为什么 欧洲媒体跟美国媒体是这样 然后他看到你 你好像不上当 他马上又讲反话 他就是玩这一套的嘛 他策略就这个嘛 所以根本不要理他 就说你要谈的 如果我跟他通话 我就说你 你这个投票贼 坦然面对你的命运 哥让东乎东四周还算是小的 你应该滚出基辅 你是破坏和平 破坏和平的Zlensky应该滚出去 滚出去 被全乌克兰人民公审 现在我就说 所以虽然说局势 局势大好 但是现在的局势 虽然是对美国非常不利 可是你可以很清楚 当事人的策略 还是不够犀利了 不够犀利 他的策略都不够犀利 不管是习还是普京 还有待更强化一点 还有待强化一点 因为这个时候 你要更犀利 破掉他的幻想 然后一举把他核心击溃 当然美元霸权 一定要把他击溃 最重要击溃的就是 美国的那种盟友圈 因为你只要够犀利打进去 再给他创造一个失败的案例 就是阿富汗残败之后 再创造一个乌克兰跟台海的残败 这几个残败连在一起 美国本身就动摇了 不要说他的盟友系统 他的本身就开始动摇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本质是海盗窝 当海盗窝抢不到货的时候 海盗怎么样能团结 那就是有鱼肉的对象 或者是诈骗的对象 诈骗抢掠鱼肉的对象 还有一些殖民 他控制的那些 那些可以被收割的韭菜 如果当发现抢不动的时候 海盗自然会内讧 川普自听的定律 当发现海盗一而再 再而三战败的时候 那你这个海盗 还能是海盗吗 还能够维系吗 是不可能的 他只是批了一层国家体制 可是国家体制你现在也可以证明 并不有效 并不有效 甚至美国人也不在乎 美国底层老百姓的死活 不然枪支泛滥 还有毒品泛滥 就不会这样搞了 所以他是海盗 批上国家品质 可是他本质是海盗窝 还是改不了 核心原理就是这个 所以针对他是这个特性 你要稀利一点 稀利一点 你的海盗的那个美元 就是你们的金银岛 海盗窝都有个金银岛 藏货的地方 那你的美元和那个金融系统就是吗 那当他这个金银岛 在战略上很危险的时候 是不是里面有些奶海盗就内讧 想要内讧赶快票略走 不能在这边藏金 就会开始冲突 但一旦抢不动 对手的时候怎么办 自然他里面海盗就内讧了 重点要再犀利一点 不要去玩自作聪明东西 因为他们论那种狡猾 阴谋谈判 这些他们这些海盗集团 已经玩了很多年 他们的段数 甚至不输给你了 你要从另外一个给他重击 要犀利一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